我不支持任何 我支持对台湾最好 郭董到底要不要选总统 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没想到路透金报 郭董将在几个月内 卸任董事长的职位 不是为了选总统 而是为年轻一辈的晋升铺路 鸿海周一郑重否认这个消息 就是有很好的人选 韩国瑜是最好的人选 我不支持任何 我支持对台湾最好的 路透报道 郭董说 虽然他计划卸下董事长一职 不过仍打算继续参与集团重要决策 将和鸿海董事会讨论 鸿博联系郭董特助胡国辉 他澄清郭董没有要卸任董事长 其实郭董的意思是 希望淡化他的个人色彩 让年轻人早点学习接班 将45年的经验传承给他们 自己能够腾出时间为公司未来做长期规划 就是这番言论被外媒误解 他有意辞去懂作 郭董去年5月就说过 要跟香港首富李嘉诚一样 做到90岁 他有信心活到120岁 公司未来的大方向 还是由他参与指挥 日常运作将退到第二线 听说现在点开苹果 会看不到新闻 我就不信 真的没有耶 怎么办 加入考评有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能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